《五十四星島日報》 馬券前景樂觀依然 2015年7月10日馬經 H08珠絲馬跡朱振輝暑期又近在眼前了 綜合過去的一季 香港馬壇絕對精彩 甚至世界馬券也一片景氣 幾年前的紐西蘭經濟差 但如今以隨幣值回升已得舒緩 意大利經濟低迷影響到馬券的發展 為重新定位以後 雖然暫難回復適日性時 各種平穩下來 上述兩個國家都是近年主要的馬匹出口國 尤其是出賽過兒又有能力的馬匹 都會被香港馬主或海外其他陣營看中 然後高價收購 以得到外資注入 紐西蘭與意大利自然可繼續肉馬 至於香港馬券如何輕盛 大家都有目共睹 投注額接連的創新高 兩區背出楊偉海外 竹片暴聲 日 美 而即使今年出征到拜的成績不及虛念 但表現未算失禮 今年 香港更有步步有增經一道是世界排名第一 上述種種種事情 都對香港賽馬有直接的刺激 還有莫雷拉提前鋒王之餘 更大幅度地打破騎士一季贏馬最多紀錄 這都是令人興奮的事情 至於大摩也打破由自己去季創下的最高獎金紀錄 同樣叫人著躍 展望內季 只要經濟環境許可 香港馬券的強勢定可持續 而來怪除了賽士的獎金增加之外 新的自購馬進口制度 也足以令香港馬匹的水準持續提升 馬主肯付出更多的預算去引入好馬 對香港賽馬業發展 當然是百利而無一害 反而是在頭轉額方面 當下因為環球經濟鑽約 馬會如何可以打破這個困局 的確需要一眾高層廢殺私糧 不過只要香港賽馬的魅力依舊 我相信困局也不會存在多久 對頭轉額的前景 大家仍然是可以保持樂觀的態度 那一分別的英文 呢 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